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大家好 黑妹今次有什么题目想跟大家分享 我平时看到一些挺特别的文化 我自己觉得特别首先要戴头盔 因为我怕大家可能会听到 我去过澳洲或者住过澳洲 我知道是这样的了 但我记得我刚刚来到的时候 我发觉澳洲人是很喜欢喝咖啡和酒的 首先我们说了酒 我没有发出 因为我以前在香港是没有什么喝酒的习惯 我自己不特别好 但过来到这里慢慢都被他感觉到 好像一班人聚在一起聚集的时候 就会买些酒 或者可能去探朋友的时候 又会带一些酒去 出去吃饭就更加不用说了 基本上你一坐下 他就会问你喝些什么 要喝些什么酒 喝些什么咖啡 还有现在自己家里可能 习惯了会招呼朋友来 都会买一箱啤酒 我想说 一箱啤酒是24支啤酒 我想象不到在香港的时候 在香港你问我 可能买4、5罐已经很多了 但是来到这里是整箱的不同 而且我抬一箱已经是最少的东西了 那些人可能会看到我心想 哇 这位女生抬一箱酒那么少 其他人是一车车 可能是一箱啤酒 然后一箱红酒 再一箱白酒 是一次过会买很多不同的酒的 所以我觉得澳洲人是真的很喜欢喝酒 187你自己本身是喜不喜欢喝酒的呢? 又或者你是不是都慢慢感现到这个文化呢? 我基本上是喝的 你跟我说 那又不是酒鬼 你说你酒鬼 我是被我以前的老板 就涂毒了 就下了坑的 是的 因为我那时候的老板 特别是喝红酒 就是很讲究的那些 他自己在这里有自己的酒教 所以 是的 黑妹又出现了 你要拍一张照片做公仔图 要给同事剪下去 那个树红公仔 你立刻变成一个树红公仔的样子 又来了 大家又想象一下 他立刻又拔了 没错 那老板就有个老板 是的 自己的酒教真是 真是很醉 是的 所以他跟着他学喝 澳洲大家都知道 在红酒的国度来计 但是就是 虽然叫新兴 也不算新兴 跟法国酒没得比 但是就是 属于 现在很在世界流行的一些红酒地区 那就跟他喝 学一下这样 学一下那样 慢慢学会了 喝红酒 所以就下坑了 那你说是否经常喝经常喝呢 又不会的 但是就说 就是明白他这种文化 和出去喝 因为始终你也知道 这里就严打就是酒架的 所以 真是一些聚会 有些这样的庆祝节日 那才会是喝的 是 你说的酒架呢 我想起呢 澳洲呢 其实那些人都流行自己让酒的 就是 我本身呢 我对让酒呢 是没有概念 我就觉得 应该是些 自己有个酒厂的人 才会这样让 就是做生意 那样的 但是我想起 我听回有些 外国的朋友仔说呢 他们真的在COVID的时候 因为可能 就是相对上清闲一点 又变成work from home 他们就自己让酒 就是自己上网 上YouTube看一下 我到底要买些什么 用具 买些工具 跟着买些什么材料 去让 然后我又听到去 我觉得挺特别的 原来可以做到这一样东西 他们都会 就是 会享受 就是喝酒之外 他们都会去鑽连这个技术 和会享受 会去等你 我觉得这一样东西 都是挺好的体验来的 我自己觉得 但是这个就普遍一些 说到很高级的 说到很高级 是吧 会说这些品味啊 体验啊 这样 但是就其实 说回 贴地一点 是吧 我们这个节目是说一些 贴地一点的东西 其实呢 澳洲普遍 是有很多人 都 你不可以用酒鬼来应用的 不过都真的有这个 就是 喝酒这个习惯是很严重的 就是完全受酒精的影响 所以他们很多人啊 其中一个情况是 刚才黑妹说了 你捧得一箱啤酒叫少 当然啦 是不是呢 人家那些捧着是几箱的 基本上 是啤酒当水喝的 真是当涼茶这样喝的 经常性见到这些情况 是吧 是啊 还有这里的啤酒呢 自己买呢 其实是便宜很多的 你出去的酒店那些喝呢 一只如果没记住 可能是八九元 我太久没有出去啦 我觉得以前有可能 八九元一支的啤酒啦 但是你在家里 你自己买可能四五元一支 那变上呢 当然都会有人在酒店喝啦 但很多时候 一帮人聚会的时候呢 他们就真的会买一堆 就把家里一起 一起寒欢啊 这样的 这个都是他们其中一个 挺特别的文化 还有这里呢 我想说呢 买酒呢 都不是道道有得买的 是真的有一些 专门买酒的地方 譬如BWS啊 Dan Murphy's啊 这些啦 但香港不是的嘛 基本上去到超级市场 大家也好 维康也好 它都会有一排 一行的货架 就是买不同的酒啦 但这里就不同了 一定要去指定的店铺 都买酒的 这个我也是觉得 挺搞笑的地方 但这里酒的种类呢 就多些了 它变成可能威士忌也有啦 跟着红酒 白酒也一定基本有啦 跟着香檳 还有它有些 日本酒啊 我见呢 现在都越来越多地方 有得买啦 那变成可能你 你喝酒的种类 又扩阔了 那大家又可以品尝到 不同質素啊 不同产品的酒啦 我自己这么说 就是我都会常常逛这些 酒类的超市 我形容是我的游乐场来的 就是就算不买到游乐场 好下去看一下 看看有什么东西 我喜欢走的 那么其实一个原因就是 为什么超市没有呢 你看现在超市唯一 因为超市是不可以 买有酒精的东西的 这里 所以你看到它们超市集团 超市集团的旗下的品牌 卖酒的呢 通常就会黏着超市隔离开 特别滑开了一个角落 里头只是卖酒的原因是这样的 因为就是控制年龄层 接触到酒类的原因 这是第一样 第二样呢 这个 刚才黑妹都说了 这里有很多不同种类 现在是做了啤酒 就是那些特别大的集团 都开始进口 有很多不同的酒类 就算是红酒也好 就是无论法国啊 美国啊 智利啊 偏满一点的葡萄牙 西班牙 意大利啊 都有的了 但是呢 有很多人说 可能接触一些 好像黑妹那样 是不是啤酒接触得多 又给别人问一下你 你是不是喝啤酒多不多呢 或者叫做接触的机会 是不是多过红酒呢 是啊 如果你问我的话 因为鬼佬良茶嘛 有时候真的吃火锅或者吃得多薯片 我就觉得不如开支啤酒吧 还有夏天呢 喝啤酒呢 是爽气的 我觉得 就是那咕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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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 那感觉呢 是快乐的 所以我自己 有没有特别的品牌 喜好 有没有什么特别品牌喜好呢 不怕开咪的 不怕开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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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没有记错 我没有记错 某一只牌子叫Pureborn 是不是 我没有记错 还有什么呢 我最记得我买得最多 应该是这个牌子 另外呢 我就会买一些甜的酒 甜的酒 就是Apple Cider 因为你好像女孩子 喜欢喝甜甜的东西 那我就会买Apple Cider 当然这些可能对其他人来说 就是很小朋友的东西 还有我最近喝了一只啤酒 是零酒精 我不知道是不是很普遍的 因为我 前面去过派对 我有个朋友 就是大了 但他又很喜欢喝啤酒 因为他喜欢捉紧的那个蜜香味 他就说最近呢 就看到超市呢 买一只零酒精的啤酒 就可以变成大肚都喝了 又可以感受到它的蜜香味 那我那次喝完呢 都觉得挺好喝的 因为其实它和啤酒 真的完全是一样的 你觉得呢 我觉得如果你是盲測所谓的 就是你拍了一只眼 或者蒙着一只眼 放两杯啤酒 一杯有酒精 一杯没杯酒精呢 我觉得其实是分不出的 除非你喝得多 你喝得多 你感受到你的瘾 或者你瘾 你就会感受到 否判不了的 所以我觉得这个都要推荐 但我不知道是不是很普遍的呢 在澳洲这个零酒精 其实是 就是我自己所知 我最初接触零酒精的啤酒 就在日本先的 是的 接着呢 近这几年就开始 其他的外国品牌 就是 H字头 那些大的国际品牌 那些呢 就开始都有生产 这些这样的零酒精 所以零酒精那些 就可以入超市 因为它当汽水那样 买 另一件放汽水那样 放汽水那样 因为它没有做症 是的 所以这个是流行了 那讲一些外国品牌的啤酒 其实呢 就在那里分享一下 你看到这里 譬如你有很多日本品牌的啤酒 或者有些法国品牌的啤酒 这样 或者有些荷兰品牌的 我刚才讲过 H字头那一种 你知道吗 其实很多不是入口 是在澳洲本地上 在那里的OEM 噢 所以那些味道是差很远的 那我又不知道 因为我看到那些牌子 我会看到 在澳洲地方名 那我就知道是来自澳洲 但我又没有去品尝 你问我是不是真的 分别是否 是的 我就不知道了 差很远是怎样的 麦香味还是怎样的 直接那种啤酒味 是不同了 噢 大家可以试一下 是 直接开名 譬如你这里很多 你看到 是 薩波罗 就是阿沙希那些 是的 或者麒麟那些 日本啤酒 大部分都是澳洲OEM的 在这里有代生产 如果你有喝过原味 或者这里你可以这么幸运 买到那些 有进口的地方 买一罐原味 两罐一起冰了 你会发觉 那个味道是完全 那罐的包装的名字是一样的 但是倒出来的东西是完全不同的 那我要试一下先 找人去那些超市 买一个他们的原味 看看能不能买到 然后再去我们这里 那些地方的那些 卖酒的那些店 去买一个 比较的分别 是不是真的这样 我真的不知道 我一直都 以为他们是进口的 都是 是的 特别是我还很记得 我自己是 我中过服最重要的 就是那一只 法国品牌那一只 就是有一只 是蓝色樽 有绿色樽 有花香那一只 是的 是的 有些朋友应该知道 我说哪一只 又是 原厂有花香那一只 一定是法国进口的 接着其他那些 就不是 又是OEM在这里 Logo生产 所以喝出来 为何味又是差那些 那只不知道 我以为 日本仔那些是这样 这只 另外一只瓶是进口 我以为这只也是 一喝下去 糟 中服 为什么明明是这只牌子 就变成了 好像那个 家里有事的阿伯 那一只味道 就变成那一只 是这样的 是这样的味道 明明 cross over 明明这个瓶不是 那样的 焦纸不是 为什么这个味道 变成了家里有事的阿伯 那样的味道 就是这样 是 竟然变成了一点 那现在就知道 下次要怎么样 我看清楚 我看清楚 是不是这里 它还要是给哪间厂做的 有些厂 我觉得是流流的 它做主要啤酒 那些没有什么问题 就是被人拿来砍那些 但一进口那些 就好像 拿了条方回来 就做了第二件事 出来 好了 那这一节 我们就讲了 澳洲的饮酒文化 不如下一节 我们就跟大家 讲一下澳洲的咖啡 相信有来过澳洲的朋友 都会见到澳洲人 其实又是很喜欢喝咖啡 那我们回来 继续和大家聊 黄都在3月 终于重新开放给游客 逍遥游会在黄都 亲自带队做极光追捏 会提供免费专业 摄影服务 4日3夜的团 会即日开始做到4月中 行程包括 三晚四星级酒店住宿 和三晚极光追捏 再加4小时城市游览 绝对不是走马汉花 团费加住宿包税 只是528元起 大家好 我是逍遥游的英国 我们对自己团队 丰富的极光追捏经验 很有信心 我们亦会尽全力 带领我们的客人去看到极光 所以我们决定 做全都行多第一间 保证客人看到极光的旅行社 客人如果在整个旅程里 都看不到极光的话 团费是会全数退换 报名及查询 416-716-1647 或647-808-2308 上一节跟大家说完这个 喝酒文化之后 今节就和187 聊聊这个咖啡 老实实我来澳洲 喝多了很多咖啡 很夸张 我以前真的不是不喝的 相对上少 可能真的出去吃饭 就叫一杯咖啡 或者可能想自己去水种 女士 那就会喝杯咖啡 但是来到这里 真的吃完饭 他们又会说喝杯咖啡 然后晨早就又还没睡醒了 又说要喝杯咖啡 提醒了 真的喝多了很多 而且你出街 你上班 或者可能你早上出去散步 可以看到大家六七点 穿着运动衫 都是拿着一杯咖啡 在那里行的 真是很夸张的 所以在这里喜欢喝咖啡 这个程度 这个是的 他们基本上 就是人家叫煙不离手 他们又啡不离手 就是早上还没上班前 就像你说了 出去跑步 可能都喝的 又是做杯咖啡 接着上班了 上班了 放下东西了 接着休息一休息的时间 整个又有咖啡休息 通常放下东西了 吃晚了 吃晚了 下午 下午茶的时候 又去休息一休息 就是他们一天 四五杯 是可以很闲的事情 下午你那些同事 是这样的 你自己是不是 我自己不是的 四五杯我真的不行 我想一天一杯 我都可以的 四五杯 不单止我晚上睡不着 我都怕我的胃也订不住 但我的同事呢 就真的是 他们可能早上喝一杯 下午喝一杯 接着如果有时 刚好中间 可能他们 可能十一二点 刚好要出去见客 或者其他 他们又会多喝一杯 可能两三杯 真的是不足为奇的 还有我之前做过一间 外国公司呢 他们真的很流行 所以 好像187你所说 有个咖啡 break 我们香港呢 有些人有咖啡 break 大家就是 做到累了 做到悶了 那就一起下去吃点烟 这样 接着就放松一下 这里呢 就转是喝咖啡的 就会下去一起买一杯咖啡 一边喝一边聊聊天 那还有有时 有些同事想聊聊天的时候 都会说 喂 出去走个圈 买一杯咖啡喝 就是都会有这些 这样的时刻 那我之前呢 在一间外国公司做的时候 他们就很流行 早上回到公司 可能 查人的时候 可能是十点钟左右 那就会打电话 叫外卖 那就叫定些咖啡 就会摘下 每个人喝什么 然后就叫外卖 那那个人呢 就会送上去 这样 他们很轻有这些东西 还有我是来到呢 才发觉呢 原来喝咖啡 是应该喝热咖啡的 以前来香港呢 可能 去咖啡连锁店呢 通常都去喝多咖啡啦 那些什么 Papachino那些 那些 但是来到这里呢 我才发觉 咦 原来喝热咖啡 才是正常的 就算夏天 可能30度啊 他们都是拿着一杯热咖啡的 这个第一件事跟罗家已经无关了 但是anyway 又懒了一点点 但是呢 其实这里的文化 咖啡文化就是 香港其实你已经这么说了 近年大家是 你都看得出 香港那些咖啡 就不再是以前茶几 或者连锁式 甚至是美式连锁那些大品牌 S字头那种 就不是那种 就是开始流行一些小店 就是跟那个陈胜演员是无关的 就是买咖啡那个 但是就是 类似那种类型 每个都开始要品味一下 喝一下 就是 不管有没有品味 都是去品味一下的咖啡 或者就更加是 就是很多小店 甚至在一些 办公室的区域 多了很多 一个很小的传门 只是买 tick away咖啡的地方 香港 其实那个情况 其实这里就是根深蒂固的了 不过是 可能是近这几年 是在香港开始流行 其实是一样的 因为这里喝咖啡 对他们来说 是真的生活的一部分 虽然我已经脱了咖啡很久了 已经停了喝咖啡很久了 是的 一个星期都喝不到两三杯 那些来的 但是就 一年是可能见客 那就没有办法了 坐下和他们喝一杯 那就已经脱了 但是就 他们的文化是这样 他们正我都说过了 到时候 无论是吹水 还是说是非也好 什么也好 简单来说是有一个藉口 走开一下 提一提神 那是可以的 最重要是 都是提高到工作效率 就是走开一下 个人松一松脚骨 乘机走下去 楼下买杯咖啡 又可能和隔离办公室 或者隔离办公室 或训练不训练 无论是男女女都好 那么 有些社交渠道 沟通一下 那是一个 他们是一个 挺普遍的现象 是 现在呢 你这样说一说 八七 我都想去呢 现在香港真的多了一些 咖啡小店 就是多了一些 所谓的精品咖啡 但是我觉得 在香港喝咖啡 其实真的 挺贵的 如果跟澳洲比的话 澳洲呢 你买一杯咖啡呢 基本上你 普通的店铺 可能四元 四个多左右 那你乘回港币 可能都是二十元 松一点 但是香港我没有记错呢 我之前回去呢 逛逛逛 有些咖啡呢 真的四五十元 起跳 还要是起跳 有些可能 它再精品些 或者再高階 我不懂怎样分 我始终不是等咖啡师 是真的可以去到六七十元 一杯 那变上澳洲的咖啡 是真的相对上是相宜些 而且很多店铺 基本上你普普通通走进去 你买一杯咖啡 已经是很香 很美味了 在香港 你可能真的要找到一些 適合你心水的话 未必那么容易的 因为始终 可能性质量也有些不同 不知是因为水的问题 还是咖啡豆的问题 还有这里 都挺多一些特色的咖啡店 刚才有107所说 可能有一些店铺 就这么买咖啡 我见过有一些咖啡店 是有用车去做主题 可能放一些古董车 做展览 然后大家一路喝咖啡 一路吃东西 可以欣赏一些车主 还可以变成了一个聚焦点 一些车会的聚焦点 或者一些喜欢玩车的人 一些聚焦的地方 有时候他们定期 还会有些车会的活动 我觉得这个也是一个 几有坚密的东西 应该在梅奥坡 应该有更多这类型的咖啡店 是吗? 更加多 因为普遍澳洲人都认为 相对地喝咖啡的要求 最麻烦的人就是梅奥坡 就是水平要求最高 是的 他们都知道的 很多人一过来 有些朋友 他们都说 过来梅奥坡一定喝咖啡 都是喝咖啡的 那个原因是 大家同一个价钱 因为他们这边要求是更加麻烦的 高 要求高 很多店铺 直接看到他们的其中一个卖点 就是他们的咖啡豆 是全部那间店自己炒的 整座机还冻了在这里 他们自己炒一炒用回自己的咖啡豆 就是会有很多人都是 就是很多店铺 这里都是那个情况 就是大家买的那些豆 回来都好 自己的炒法 其他等等整法 制法不同 出来的效果就已经差好 这个就是买特色了 除了这些是从质量的角度出发 这边有一个很突兴趣的现象 就是说 连锁的有 都不少的 不过 大家都知道 入连锁喝是喝些什么的了 就是跟那些 蜜蜜咖啡那些 其实那个概念是差不多 你喝的那些东西是自在快 还有是自在有些咖啡因倒下去 刺激一下身体 或者可能直接喝一些 好像黑妹说了 就是冷的 或者很多其他不同的玩法的 特别那些 fancy的 可能去那些就有了 但是如果纯粹做一些餐饮 买咖啡起家的 通常就会 除了买咖啡 有些店铺他们会做一些 早餐 或者午餐的地方 有些是做餐厅 但是那些通常 三点钟就下班了 因为他与你买完 最后一杯咖啡就收购了 是 真的 很多时候 但是他们很早开的 要讲一讲 他们可能6点 6点半就已经开门了 等那些人可能上班之前买一杯 或者做完运动 爬完步回来就买一杯 因为这里的人真的很早起床 5-6点起床已经是很平常的事 所以他们就很早开 同样地他们很早收 好像187 可能你两三点 你已经找不到的了 有时候可能在 City上班 City上班 约了个客人 可能下午见面 想聚集一下 基本上你约他3-4点 你已经不用知道 找到一些咖啡店了 除非那些咖啡店 可能他自己本身 有做一些晚事 或者有买一些蛋糕 有买一些甜品 他就可能会开得晚些 不是真的主打咖啡 通常2-3点就收了 同样我都眼见 这里的确是有连锁店的 但是就不算特别多了 我觉得 因为香港真的很多都是连锁店为主 比如S字头 P字头 那些 但澳洲就真的相反了 很多都是自己开的小店 而很多人呢 其实都是很支持小店的 他们会宁愿去 光顾一些小店 或者一些新开的咖啡 他们都很勇于去尝试的 这个也是一个挺好的现象 还有刚才187也有说到 那些咖啡店呢 有卖食物的 我至今次去到 他们的食物都是差不多 那些东西 都是那些多士 跟着所谓的 bacon egg roll 跟着可能有pancake 跟着那个烤烤烤烤 可能就会有些意粉 有些汉堡包 那样 选择种类呢 真的不多 所以变成呢 有时吃吃吃吃 我都说 我都是宁愿在家里煮 算了 你有没有这个苦路呢 或者你喜欢不喜欢在咖啡店吃东西呢 这个就是为什么那些人说 悉尼是一个美式的国家 你看见这个饮食文化 就较为 跟Melbourne就差很远了 这边不是的 这边喝咖啡 他们要求食物的要求 真的做得吃的话 都是要求很高的 他们的竞争是很大 很多花款 拿出来呢 是全部可以拿来打卡 很fancy的 不是说 你那些真的写字楼下 有个卡塔卖那些 那些不入楼的 那些是纯粹是 告诉你 你要拿一些咖啡饮 顶饮 买排队 排队拿杯 那只 不过要给钱的 这样 那这个文化会有少少不同 不如说了这么多 我就想问一件事 黑妹 喂 你自己有没有考虑过 现在很流行 买一部自己家里充的咖啡机 你自己会不会考虑呢 特别会不会看完 就买了D字头 买一部在家里 我想说呢 我家里真的买了一部咖啡机 我以前呢 其实我很废假 我常常说 咖啡机出去喝就能买 但是当你明白到 原来你每一天都真的会去买 来喝的时候 你就会觉得 不如我自己投资一部咖啡机 所以就是因为最近 这个 你买入斗那只 还是买入蛋那只 入斗 入斗 真的好一点的 不是买N字头 入那些 变身激冲的那些 不是那些 不是那些 是的 真的入斗 接着我们还认真地去研究一下 怎样冲 但是发觉原来自己一点都不懂 看了说明书都不明白 到底那个温度是怎样 那个压力是怎样 完全是没有概念的 但我发觉这里是 很多朋友仔都会买咖啡机的 首先是因为这里买咖啡机 我觉得价钱都是相异的 香港的 因为正如我刚才所说的 我们都是见到 Bad Friday她减价 她半价 那半价可以想一想 都会入手 因为你出去买一杯 你可能四元 但其实你一年 可能已经千多元了 你每一天都喝的 我这些小妻子会计算 那便说 其实你买一部咖啡机 都挺划算的 那便买了 然后身边见到那些朋友 都会说 我自己都有一部咖啡机 就是胡椒 可能就会冲来喝 特别是现在 COVID 之后 很多人都买到家 所以以我所知 曾经有一段时间 那些咖啡机 都是买到团的 因为大家都在家 不出去上班了 很少去那些咖啡店 不如就在家里自己冲 自己慢慢享受一下 187 你又有没有这个经验呢? 或者你自己会不会自己冲咖啡呢? 没有啊 我都说了我脱掉了 对啊 你脱掉了啊 对啊 咖啡就先讲到这里 我们又讲一些健康的东西 咖啡其实不是那么健康的 因为咖啡是会令到容易 什么呢? 喂 有很多是三高的问题都会影响到 上一集我们跟大家 我们讲这些 就讲了部分三高的东西 漏了是不是糖尿病 没讲啊? 没错 所以我们第三节 就继续请专家 阿丁和我们一起聊一下 这个糖尿病 大家不要走开了 来到第三节 No worries Biosi的时间 那好像之前那样 我们今次就会请了 我们的嘉宾呢 来和我们聊一下 那今次的嘉宾呢 就是我们的阿丁 阿丁你好 医生阿丁 朋友啊 哈哈 阿丁呢上次呢 都介绍了自己呢 其实就是在香港 可能处理一些长期病患 和这些三高的病人 那上次呢 其实他都讲了很多 关于这个高血压 和胆固醇的问题 不过呢 就因为我们太长期了 我太多东西问了 那还没谈完胆固醇的 那今次呢 又继续和阿丁谈一下 胆固醇的一样东西 因为我记得呢 上次呢 我们就是说到 到底胆固醇哪一个度数为止高啊 和什么时候可能要食药啊 阿丁就说 其实这个情况 或者这个问题 很复杂的哦 不是那么简单的哦 因人而异的哦 那我就给你多点时间了 去解释一下 到底这个因人而异是什么一回事呢 其实胆固醇高 值不值得食药呢 是讲着风险的 胆固醇是减低你将来 中风心脏病的风险 那所以医生要计一计一条数 那那些数从哪里来的呢 那都是一些科学家 追踪了一大班人研究了很久 那得出来的结论来的 那胆固醇总共的胆固醇 好的胆固醇 和坏的胆固醇 那医生还会根据那个比例 和根据你其他的病历 例如你有没有血压高啊 你有没有糖尿病啊 你血压多少啊 你有没有食烟啊 你有没有肾病啊 那而计一计呢 你中风心脏病风险高不高 如果高的话呢 那医生就会建议你吃药 那如果不高或低的话 那医生真的建议你继续 过一个好的生活习惯 那如果你要选个数字的 那你也有的 那譬如说总共胆固醇高过5.2 就可能要高一些了 那但是都不一定 就是根据那个数字 医生就会建议你吃药 或者不吃药 就是要看那个病人 我当是一个实际情况去决定的 那我刚才听到阿Den 你说有好的胆固醇 有坏的胆固醇 我想知道了 是不是一般人呢 其实都是好坏 两样都有的 只不过看看他们的比例 或者他们有没有平衡 还是不是的 我一出生的时候 我只是得好的胆固醇 只不过是我们 哎 弄弄了 那身体 那就慢慢的 那些坏的胆固醇 就会飙升上来 嗯嗯 其实一出生 两样都有的 我们给一个名字 就是一个法学物质 它是 都是那类型的 不过是会减低你中风心臟命的风险 我们给一个名字 叫好的胆固醇 接近的物质 它们会增加你中风心臟命的风险 我们给一个名字 叫坏的胆固醇 但其实我们一出生 两样都有的 哦 明白 但是饮食上 是不是有没有得令到 它的好的胆固醇 增加多一些呢 嗯 可以有少少影响 譬如说 你吃一些 就是吃少一点肉 深海鱼 有些三文鱼的脂肪 其实是一些好的胆固醇 但是其实都不特别大影响 那其实最重要的是 基因 而且做运动 都对好在胆固上有帮助 嗯 这两次和阿丁做节目 他都提醒了很多次做运动 187你有没有做运动啊 以前有的 以前有的 你都不是好啊 我很多都只有187 那样 我现在选择了 你又出去上海鱼 你见得 从上一次开始说 你问我 有没有三高的问题 我一回答你 我没有 加过检查 在后面的时间 阿丁 我们看到样子 我们都马上摆了嘴 完全你们都是摆了嘴 是没有检查的 有很多人 大部分人都像我这样的情况 觉得没事就没有查 我就是想问 其实是否大家典型的通病 都是很少会做身体查呢 就是无论是香港也好 因为坦白说 我身边这些朋友仔 我这个年纪 可能三十多岁 都是很少做身体查的 是直接到真的出现了问题了 真的身体响起了警惡 所以就 好多去做 因为大家有个想法就是 我不查我不知道 就没有事 一查就发觉 原来什么都高 或者什么都有问题 大家就慢慢 会有个心慌的情况出现 是不是大家的通病 都是这样的呢 阿丁 在怀你啊 我1007 总照 都是的 尤其是在做事那些 不想多烦一样东西 其实我自己也是 我也是 打算来澳洲 才在香港做一个身体查 都没有想过自己 我这么健康生活 不会有的 噢 阿丁 听不听到 医生都是这样的 其实 我就是想说阿丁 要打屁股 先说明 不可以跟阿丁做 但是我们先留下这些字 只是嘉宾的个人意见 这个是 还有一个警告 在下面一会 大家可能会看到 对不对 对 说了这么多 这些 就是 你看到 高血压说了 胆固醇说了 其实最大的问题 三高 我们还没说 唐尿病 这个反而是 最终极的一个大问题 三高里头 我们就不如转转话题 说一下糖尿病 那样东西 糖尿病 其实是不是一个终结者 那样的角色 那又未必 但是糖尿病 现在的趋势 越来越多了 那现在 就是外国的研究 都多了 放在糖尿病上面 那真是多了 人有糖尿病 尤其是这些饮食 很多我们 revine sugar 就是很多那些 就是 架工过的糖分 那所以 那些人越来越多糖尿病 还有越来越早有病发症 那所以都很多研究 在糖尿病这方面 嗯 但是为什么会有糖尿病的呢 是不是就是 真的我吃得多甜的 就会有这个情况出现的呢 那如果家人 没有糖尿病 然后又完全不吃甜的 我不是就一定没事的呢 嗯 那又不是 那其实都是很复杂的事 那其实也是多的 那基因是很重要的 那如果家人没有 又不代表你没有的 那另外 饮食 那其实饮食不只是吃甜的 那些病人说 我完全不吃甜的 那原来他们吃很多 碳水化物 一餐吃两三碗饭 那样 那其实碳水化物 就是粉面饭 面包 餅乾 番薯 薯仔 胡桃南瓜 这些消化源呢 都是糖分来的 那另外体重和 运动都有影响 嗯 就是也是归因究底了 就是可能有很多 不同的情况都影响 比如基因 做运动 那样 刚才阿Den你提到呢 有一样东西是白糖 我想知道了 如果譬如我做甜品 我现在呢 就好买一些 超市买最便宜的白糖做 如果我真的 变成我用一些 借糖 或者一些黑糖 或者一些黄糖 是不是都会有一个小小的帮助 还有会不会都建议大家 现在可能煮东西 都变了多些 不是变了多些 变了改用黄糖 那些呢 因为我身边有朋友就是这样 甚至可能他们说用一些 椰子糖 是不是有类似的 总之他们说 变了一些饮食用油 各方面的 都变得健康一些 自然一些 是不是就是有用的呢 如果糖分来说 是用一些天然一些 少一些白糖 是好少少的 但是 对糖尿病 如果你已经有的话 最大的影响 就是下不下 或者下多少 哦 就是变上都是要轻手一些 可能大家煮东西 或者甚至做甜品的时候 可能我的份量都减半辣 未必那么好吃 但是起码呢 都可以帮助自己的健康 现在没事的 吃着吃着吃着 就不知道有些什么事 会出现的了 主意是说你 黑妹翌日喝凍檸茶 OK 不是小甜了 酒甜 酒甜 我现在其实都有的 我出去喝珍珠奶茶 我都会跟她说 小甜先 你去到酒的 但是咖啡我就会说酒甜 因为珍珠奶茶如果不甜 我就觉得 就不一样了 不过我相信 阿Den应该会叫大家 不要喝珍珠奶茶 因为全部都是糖味的 都是小甜 如果你喜欢喝 或者 我的朋友们会建议 如果是热喝的 就用代糖 如果是冬喝的话 那你也可以夸张些 用一些热水溶的代糖 再混入一杯冬喝 有点甜味也可以 那真的要习惯一下 因为我对代糖 真的是一般 我记得我试过一两次 我觉得味道是 完全不同的 跟普通的糖 所以自此之后 我就没有再喝了 那又问一下阿Den 其实有没有说 什么时候是需要去验这个糖尿呢 还有怎么验发的 就是怎么知道 我到底有没有糖尿病呢 有没有什么standard 都给大家知道 你去到这个 level 就是高了 你就要吃药 或者你可能在这个 level 就是扎戒了 这样呢 嗯 有三个不同的方法的 那什么时候要去验呢 那一般来我都会建议 如果教了家族历史的 那可能你 就是可能30岁 就可能开始要验一验 那如果没有的话 我都不建议迟过40岁 那你都可能在30多岁 40岁 那你就可能要做身体检查的时候 验一验血糖 那怎么验呢 那常见就是胸肚验的 就是晚上不吃饭8个小时 之后就要胸肚去验 如果胸肚血糖持续高过7 就叫做糖尿病了 那有时候胸肚血糖 比如说去到6.8 那样 可能医生都觉得 你有机会有糖尿病的 他就会验多一个 叫做饮糖水的测试 就是叫你胸肚验一次 然后呢 你一个特定份量的糖水 你喝完坐定 两个钟再验 那现在新一些的方法 其实都不新的 很多年了 就是这样叫做 糖化血红素 或者糖化血红蛋白 那时候就不用胸肚的 那时候就是可以验了 你过去三个月 大概平均的血糖是多少 那如果那个高过6.5 持续的话呢 那也是叫做糖尿病 咦 我想问一下 酮糖水呢 因为我家人有这个厌身 就是定期他们都会有厌身 所以他们都会说要去喝糖水 他们那个饮完呢 都说真的很难喝的 我想知道 纯粹提到我说八卦的 他真的是普通一般 加了糖的糖水 还是什么呢 因为我妈妈是说他是瘡口 他说喝完是很不舒服的 整个人都是什么一回事 我想问一下糖水 是的 其实主要是要测 有些人胸肚血糖不高 但是喝完吃完一顿饭 身体胰岛素反应不好 就血糖标得很高 那这个测试就是看看那人有没有 所以就要一个75克的葡萄糖 倒入一杯水 要一次过喝完 其实也很难喝的 有些孕苦可能多些机会 有些孕苦要检一下糖尿 要检测做这个测试 有些人会甜到吐 都不出奇 是的 我都真的听过我们朋友说 我们最怕就是检测这个血糖 因为他们说是很辛苦 你是要喝两杯 我不知道真还是假 他们说要喝两杯 他们说喝完第一杯 基本上你已经是反胃了 他们说已经甜到 因为晨早上 他们说什么都没吃 就已经要喝一杯糖水 他们每个人都跟我说 是用夸子来用 形容是很痛苦的 那我又想问多一句 这个又是题外或者八卦 陰肾糖尿和糖尿病 应该是两样不同的东西 陰肾糖尿 是不是真的 他生孩子的时候有的话 他们真的要小心 因为慢慢可能 之后有机会 会转到做糖尿病呢? 陰肾糖尿 有两个影响 最主要影响对孩子 或者对怀孕 那些人就要很小心 要戒口 甚至有些人会很早 需要考虑大二老素 但是如果有陰肾糖尿病 他通常生产完之后 那血糖就会变回正常 但是都是要定期检查 而且他们将来有糖尿病的机会 比一般人高 所以大家都要注意 另外我也想问一下 Dans 抱歉有很多问题 刚才你有说到一件事 叫做糖化血红蛋白 是不是? 我没有记错 你这件事 你说是可以追溯到三个月里面的糖 是的 糖尿病的情况 那是不是就是说 其实如果我要去做这个玻璃查 要去查看的话 我之前几个介口 之前一个星期的介口其实都没用呢? 因为有些伯母就很流行出这些矛招 就说我明天要去验糖了 我这几天就不要吃碳水化物的东西 或者吃少一点糖 是不是其实有这个糖化血红蛋白之后 就证明这条路是不成功的呢? 是的 那就算你之前三天完全不吃东西 打算饿死自己 那验那个糖化血红素 或者糖化血红蛋白 分别都不是很大的 是的 那我想问一下 如果我真的糖尿病 就是糖尿窄解 糖尿窄解的话 是不是就可能吃少一点炭水化合物 或者完全不吃就可以帮助到呢? 嗯 由于一开始的话 你血糖窄解 或者刚刚开始糖尿病高一点 其实都有些研究 你吃很少很少炭水化合物 都有机会把你的血糖控制到的 但是你开始吃了一天之后 有不同的说法 嗯 嗯 好啊 那这一节呢 我又和阿Den聊到这里 好不好 一百七 稍后回来呢 又继续和阿Den 继续聊一下这个糖尿病的问题 我们稍后再聊一下 如果你睡醒起身觉得腰酸背痛 又或者越睡越累 那你就要考虑一下 换一张承托力 適合你的身形 和睡眠疾患的床褥 如果床褥太軟 你睡觉的时候 腰部会下沉 令腰椎肌肉拉扯受压 搞到腰酸背痛 如果床褥太硬 床褥和你的腰背之间出现空隙 肌肉缺乏承托 如是这身体的支争点如 头、肩头、臀部 将承受压力 然而影响到血液循环 将床褥要慢慢睡 当然要试过才行 快点拿起来的电话 打416-321-1882 找尼安家司聊聊 床 一定要选最舒服的 好,回到我们节目的最后一节 练宴 有阿Den在这里和大家分享这些资讯 刚才黑妹就不断问了很多糖尿病 我继续问 有些人刚才说不想不吃药 最初我试试可不可以其他东西控制到 但其实如果当医生开了药给病人 真的开始了吃药 是不是一开始了吃药 就基本上已经不能停 或者不能回头 嗯 其实这个世界上没有什么药是不能停的 这就视乎病人情况 那如果病人已经有糖尿病 我们通常就会早点开始吃药 因为糖尿病如果持续的话 其实那个病发症可以很早出现的 那所以我们会观察一轮 如果血病人都 那个糖化硫黄蛋白都不跌的 那医生就会开药 那我们都会观察住 比如说那个病人来到 那个糖化硫黄蛋白是8 那都算算多高的了 那但是他当时是180磅的 那但是如果他真的听医生说 就是减肥啊做运动啊 戒口啊 那他比如说半年之后 回来 究竟减了150磅 那糖化硫黄蛋白应该到5.9了 那可能医生就会减弱啊 或者甚至乎他将来可以停药 都不出奇 嗯 那但是如果我真的不幸 医生没有叫我停药 还要叫我加药的话 那是 是不是一定要这样做呢 有没有可以说不呢 还有加药的情况也是 那不好变的呢 会不会很多人 其实都控制不了他们的糖尿 那个指数呢 嗯 那分两种 那一种就是 一开始已经控制得不好 那医生慢慢加上去 那直至到希望追到 他的 那个 疑倒数缺乏的情况 那希望可以控制到 那那些病人就说 比如说 那个糖化硫黄蛋白 开大是8点多 那我说医生开了一只药 咦 降到一些了 降到7.9了 那也不够好啊 那医生就会慢慢加药 加上去 直至到糖化硫黄蛋白 一般来说 低过7或者6.5 那医生就说 咦 可以接受到 那但是有些病人就是 啊我控制得很好 已经 糖化硫黄蛋白 6.5了两三年了 那但是随着年纪大 其实一般人 一般人对 疑倒数的反应 或者分泌疑倒数的能力 都会慢慢随着年纪大退化 可能随着年纪大 可能要吃多少少糖尿药 才可以控制到血糖 那吃糖尿药 会不会有些什么 副作用 或者会不会有些什么 其他的问题衍生呢 例如会不会 可能我吃完了这个 糖尿药之后 可能我变成了 血糖太低的 或者怎么样 会不会有些什么 不同的情况出现呢 嗯 都会的 那最常用 或者暂时呢 我们说最好用的糖尿药 叫二甲相瓜 英文叫麦方面 那种糖尿药 就很少会血糖低 不过有些人就吃了 会腸胃不息 有些人会胃胀 或者有些人会觉得肚胃 那医生都会就着病的情况 可能会慢慢再加药 或者有些新的配方 有些长效的配方 可以把肚胃 或者腸胃不息负重 减低 那除了麦方面这种糖尿药之外 其他糖尿药都有很多种 都会容易少少血糖低 有些 所以刚才说 有些人说 是不是什么都不吃 那就可以了 那如果开始吃糖尿药 甚至乎是 有些类型的糖尿药 容易一些血糖低 它们又不吃东西的话 那就真的会血糖低 会暈倒 或者有一些 坎生了头的意外发生 嗯 所以其实吃的同事都要 看着自己的情况 就是如果有些什么异样的话 都要寻求一些专业的研究 那我另外呢 经常听人们说 你厌糖尿药 可能要刺手指 那到底刺手指是什么呢 阿Den 刺手指就是检查一下 那些微疑尸血管里面的 血糖有多少 那它估计到你的血糖 控制得好不好 那我们就会建议 有糖尿病的病人呢 那可能会胸肚 刺手指看多少 一般来说 4-6就叫完美的了 那你说7以上可能叫高一点 那另外 另外一个有意思的数字呢 就是吃饭前 和吃饭后两个小时 究竟差多少 那譬如我吃饭前是5 吃完饭后是7 那就很好 因为你吃完一餐之后 那血糖也是高了2度 那或者我吃饭之前是11 吃完饭后是13 那你的餐都不差 不过你个人就差一点 因为你本身血糖高 但是如果你吃饭之前是5 吃完饭后是13 那你那一餐就很差了 那你下次就不要再吃这类的东西了 这样 咦我又要问一问 血压高我就知道 我自己可能有部机 铺上手臂上就可以查到 糖尿这些 嘟嘟手指 这些是不是现在都已经可以自己做了 因为我妈妈 因为她现在没有糖尿的 她就真的好像阿丁所说 定期可能去医院 喝点糖水去查 那如果一般市民 是不是都可以自己买一些东西去刀手指 或者去研究这样的呢 嗯 都可以 但是如果你没有糖尿病 我们就不是特别建议你这样做 因为刀手指那个不是很准的 始终都是抽血准一点 是啊 但是如果你已经有糖尿病 你正在吃药 甚至乎再夸张一点 已经是打一些胰岛素控制了 那那个刀手指就给你自己知道 你的血糖会不会太高 太低 或者吃的东西 有没有说令到你血糖高 阿丁你刚刚说起打针 打这个胰岛素 是不是打得胰岛素 就已经是糖尿已经很高 吃着搞不定才会打针 还有我想知道打针的频密程度是多少呢 我听人来说是可能真的每天都要打 然后又说可能要分不同部位打 可能有时候打肚皮 有时候打左边 有时候打右边 因为他们说打得都会硬了 还是不知怎样 我想了解一下到底这个情况是怎样的 嗯 那我们通常在年纪大了才有糖尿病 我们叫二型的糖尿病 就是他身体还有D2倒数的 只不够而已 所以我们通常就要每天补充 通常一开始就是一晚打一次的 或者现在一些新的 夜晚打的 是夜晚打的 是的 都方便的 那有支筆 那它已经 已经 教好了 那你打到肚皮里 那我们就要把那些疑党 放在皮肤下面 让你慢慢吸收 那但是如果不幸运 那针得到脂肪啊 或者是打针的手势不好啊 那都有机会令到那些肚皮的脂肪有些变化 令到肚皮硬了 那需要转位 就是每一天打的位都不同 但是都是肚皮的 那一般来说都可以预防到 你不会肚皮硬啊 这样的情况 那还有不一定是最后才要打儿肚草的 那如果你血糖一来 你不理的了 那原来一来已经很高了 那可能医生都会 就是头过几个月至半年 给你移岛醋 让你先控制好 然后再慢慢做口服药 那现在也有些人是这样做的 那第二个就是 你真的吃药控制不了 那就要打针控制了 哦 明白 那我想知道如果我打这些针呢 跟我吃药的效果 是不是差很远的 真的有个明显的分野在 还有我打了这些针呢 我对我吃其他药 会不会有影响的呢 因为我这些 无知赋予啦 我常常都觉得 打那些针之后 那一两天就睡觉 不要搞那么多东西了 总之什么都不要乱吃药 很危险啊 其实打这些肴岛醋的针 是不是相对上就普遍一些 因为主要都是帮你调整肴岛醋 就是那个level 是不是 可以这样想 首先 我的想法就是 我一天其实正常人 可能身体要分泌60度 胰岛醋 但是我随着年纪大 或者其他便宜 我分泌只有20度 那剩下40度 怎么办呢 可以用食药 去放大你身体对胰岛醋的反应 和分泌多些胰岛醋 但如果都不够的话 那可能要每天补充 比如说10度 或者15度 那我就每天打下去 那当然如果你打了胰岛醋 但是如果你那天吃东西又不定时 或者吃的东西是没有碳水化合物 那血糖低的风险就大一点 那如果你要加上吃某些糖尿药 都会容易一些血糖低 而你又打针的话 那这个影响就会再大一点 就是会相对上容易一些血糖低 哦 那是不是会有些情况 就是我吃药之餘 我都要打针的呢 多不多的呢 这个情况 其实大部分异形糖尿病 都是这样的 就是吃着某种药 又打着针去控制 哦 明白 那另外 我还想问一下 其实糖尿病 我听过很多人都有 还有其实他们不控制得好的话 病发症都挺严重的 有听过什么糖尿上眼啊 然后又说脚可能会切掉它 其实是 是 是不是真的 去到可以真的没有了脚 或者看不到东西 那些医生有时候会不会叫病人 你定期可能要染一下眼 或者染一下脚啊 都会的 澳洲我又没有详细研究 香港其实失明的原因 其中一个 糖尿上眼都是常见的原因 那我就刚刚来澳洲做 那澳洲的制度就是 如果你有糖尿病 那我们就会转隔你去 市公司那里 起码会两点 验一次有没有糖尿上眼 因为糖尿上眼是完全没有病征的 直到很严重你的视网膜 出了血了 你看东西差了 那你才知道 但是到时已经是可能 就算你做了某些治疗 那个视力已经可能没有了 一两成都不出的 那所以我就建议病人定期感染了 那其实脚也是的 脚就会影响你脚的感觉和血管 也是你不会知道的 到了你知的时候 可能你的脚已经是 那些关节有问题啊 或者可能那些损伤是很难好了 那所以脚的话呢 在澳洲就可能会被病人 一年来去建议一些足部治疗师 检查一下脚的血管 和一些神经线的反应 嗯 就是糖尿上眼的情况呢 就是他可能一上来 就会突然间你看东西 会蒙啊 还是你已经是黑了 还是会好像有些非蚊症 就是有些什么鲜笑 还有你所说的治疗就是做Laser 是不是 嗯 糖尿上眼就是说 视网膜的血管受到糖尿病的影响 就会慢慢变的 其实是慢慢的 但是呢 是不影响视力的 直至到最后 你原本视网膜的血管不够了 有些新的血管生了出来 但是那些新的血管其实很容易破裂的 它破裂了 那你视网膜出血呢 那你就会黑了 或者蒙了一块 那到时就算你激光 或者其他东西 那都未必可以将那一块 蒙了或黑了的东西 拿走或者是 那一块可能持续都会蒙一些 哦 另外呢 我听到阿丁刚才你说 说有损伤这一件事 接着令我醒气呢 我记得有人跟我说过 如果有糖尿病的话 那些伤口是难好一些的 是不是 还是我记错了 我没有 就是你可以糾正我 我听人家说的 那伤口会难好一些 那如果是的 其实是不是 假设它会流血 流很久才停 这个会不会是一个先兆 告诉我 我有糖尿病 还是其实已经去到很严重的人 才会出现这个情况呢 通常是血糖那一刻很高的人 因为身体的免疫能力 治愈能力都差一点 所以那些伤口就会不好 就不是流血不治的 因为糖尿病就很少影响凝血的 但是那个伤口就持续都不连口 或者呢 其实抗认力差 甚至那些伤口很容易感染 经常都要看医生 说伤口感染 要吃抗生素 有时医生都会自己 有点点警惕 这个病人经常都有些皮肤感染的 可能会帮他检验一下 有没有糖尿病 我明白 好多谢阿丁解答了我们这么多 关于糖尿病也好 关于高血压 痰痰也好 这么多这方面的问题 我暂时就没有这方面的苦路 那我都不希望下次找阿丁的时候 是要求疹了 我都希望 你没有苦路还是还没查 还没查 其实我扮自己没有 我希望下次再见阿丁的时候 聊聊天 或者到时等他分享 其他的医学上的资讯给大家听 或者喝咖啡 就不希望是因为我自身的问题 而要打电话给他 但是一百七里男的那些 你年纪开始迈向五六十的了 这些就很搭档 你们整个节目不停在这里提我 这些是非常关心的 大家都明白 当然很关心你 要及早去做这个抗理查 没错绝对很滚动 不过很多谢阿丁 又上来和我们分享了 关于三高的资讯 我们下一次节目 再请另外一位医生 就上来分享一下 其他不同的医学资讯 今天的节目就到此为止 多谢大家 多谢阿丁上来 拜拜 多谢阿丁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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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靖太 想找你买车保 那房屋保险你做不做 那你保什么 靖太保险 保你的命 有东西 有东西想寄回香港 3元一磅 问去哪里找 你没听错 用BuyShip速递回香港 自取每磅3元 派送上门首磅8元 逐磅4元 除香港以外 还可以速递去中国 东南亚 澳洲 英国等地 有东西要寄 就来感受中华 找BuyShip Mitsasagar密使1675 The Chase Unit 24B Be Healthy Truly Healthy 如果你睡醒起床 觉得腰酸背痛 又或者越睡越累 你就要考虑一下 换一张承托力 適合你的身形 和睡眠集困的床褥 如果床褥太临 你睡觉的时候 腰部会下沉 令腰椎肌肉拉扯受压 搞到腰酸背痛 如果床褥太硬 床褥和你的腰背之间出现空隙 肌肉缺乏承托 如是这身体的支支点如 头、肩膀、臀部 将承受压力 然而影响到血液循环 将床褥要慢慢睡 当然要试过才行 快点拿起来的电话 打4163211882 找尼安家师聊聊 床 一定要选最舒服的 谢谢大家 在大家面前的就是员工二先生 袁爸爸 应该有点像他生活 有点像圣诞老人 周围 周围 周围去 马不停蹄 我记得两年多之前 为了香港的年轻人上街游行 然后到美国的时候 看到他不停走访不同的议员当中 希望定性中共成为国际犯罪组织 最近袁爸爸 我们看到在几个月之前 酝酿了一个议题 现在正在落实了 看到他真的去到不同的地方 除了他自己的平台里面 去到每个有机会 有华人的地方 有香港人的地方 他就会提倡这个 叫做香港议会的提案 今天在我们面前 就有袁爸爸 首先问问他 你来了多伦多 有两次的聚会 每一次就小型些 大家就很集中问问题的 一个就是大家一起吃饭 认识一下大家 对于多伦多的印象是怎么样 以及你觉得今次 你将会走之后 你会怎样去告诉人 多伦多是一个怎么样 香港人是怎样的呢? 多伦多我都吓了一条 我原本以为去完文库巴尼 多伦多差不多的 伦敦我有去过 三藩市 我都是很多香港人折代我的 我以为是 多香港人的城市 但实际上就不是一件事 这里呢 香港人的根 长得很深 因为他们很早来 六七暴动的时候 就已经开始来了 而且 很多人已经settle down 而且有第三代 很多人都可以走出手脚 来帮香港人 这个真是我很惊奇 所以他们可以帮到我的力量 我不是说 另一个城市不帮到 就是这里的人呢 他因为成熟 和他稳定 他的生活稳定 但是他的政治观念呢 就非常之 他还是想着 将以前的香港那种自由化 自动法治化 他们就是记忆犹新 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之下呢 他对我的支持 真是非常之了不起 而且他们有teamwork 不是个人 他们已经有team 他们有组织 比如他们的港交会 他们有组织的 那些组织呢 去做事呢 那些人之间的配合 就是没有什么吵架的 大家已经合作习惯了 以前说司徒华 Martin Lee 有什么来到 他们都做开这些事情的 那这次呢 他们就绝对我 我当然很给面子了 他们这件事情 当然我提出那时候 关于香港议会 实际什么叫香港议会 他只是说香港人要有代表 现在香港人呢 就没有他们选举出来的代表 这个是事实 因为香港的选举 直接是垃圾了 你看到去年的立法会 那个根本是假的 完全是 一张票都没有真的 那现在变了变了 突然之间香港有一个真空 是没有人代表的 那也有很多人呢 很多方向说 又是真是很有心的 说他们代表 但是实在他们不是真的代表 是他们是帮手 真心的帮手 而且还帮了很多手 譬如Hong Kong Watch 真的帮了很多手 我叫了很多次 我的观众要支持他们 那这个绝对 BNO BNO的小孩都搞定了 那是不是偉大 这个很难得 但是他们不是主人 主人是谁 主人是香港人 香港人 包括在香港的香港人 包括在海外的香港人 就是我们叫香港人 是吧 谁在香港出生 那你肯定是不可以说他不是香港人 是吧 在香港住了七年 老实说 我们香港人都折瘦了 大家都是香港人 包括我自己 我都不是在香港出生的 那我都觉得自己是香港人 那我们有没有人代表我们呢 就没有 真的没有 那我们常常都说 靠美国 靠英国 靠欧盟 靠日本 那是不是 他们有他们自己的问题 你看到呢 美国多复杂 加拿大多复杂 你们内部的问题多得不得 他不可能全心全意地 来顾及我们香港人的利益 所以最后我想出来 香港议会这个想法是对的 但是香港议会要由香港人 选出来的香港议会 才是真的代表我们香港人 如果不是呢 这个以前出名的 那个呢 就有哪个社团支持的 That's not good enough 真的要香港人选出来的 是他们等于跑马 適合他们的心水的 那才是代表香港人 而且他们做得不适合香港人 那就是真的代表的嘛 如果不是长期那几个名牌 不代表我们香港人 它一定有这套制度 那加拿大都有啦 加拿大连一个省 都有几年就选一次 几年就选一次 选一些议员来代表他们 那为什么你们加拿大可以有 我们香港不可以有呢 就是有些人反对 有些人猶豫 我就问回来了 个个现在去到自由世界那里 没有一个地方没有议会的 有些是联邦性的议会 有些是地方性的议会 那既然有了 为什么我们香港人 不可以有这件事情 我就不明白了 我现在完全不是跟你讲政綱 也不是跟你讲选谁 也不是讲什么 我只是想讲一个议会 这个意思就是有代表 议会里面的议员 由香港人传出来 那我香港人的定义就很简单 香港人在香港出生住了7年 就这么简单 你就应该有权了 16岁以上再说多一句 那我就是来提出这件事情 和我袁公义的政綱 一点关系没有 和我想谁当选 一点关系都没有 是香港人选出来的 不是我选出来的 那我这件事情 最初别人不太明白 是我解釋得不清楚 所以我现在出来 就全世界跑 我这个星期 下个星期回到美国东岸 再下个星期在伦敦 再下个星期在澳洲船里 我就去解釋这件事情清楚 你们没有这个平台 老老实实说 这个呢 你没有这个平台 能不能找一些聰明人 找一些精英呢 这个呢 就是一个叫做人治 你有这个平台 每次选出来的 这个叫做法治 这个差别好 很远的 法治的意思就是说 你不对 我可以叫你走的 人治的东西 那些人留在这里 好像是普京啊 好像是习近平 他说要永久当总统 永久当书记 那你就是没有了 是吧 一定要不断地 有每一届一届的选择 有我们的宪章 因为香港的基本法 你知道了 真本是开玩笑 要改就改 中共要怎么解釋 任它解釋的 所以我们这个香港的基本法 是绝对不是我们的 那这个人和人之间 香港人和人之间 一定要有一个契约 那个契约 那个契约 永远每一个国家的契约 就是当地的市民 用一个宪章来做契约 那这些都是将来 议会要做的事情 我不要说契约里面是什么内容 我也不说 但是这个契约这个精神 这个概念一定要有 所以我现在讲一个制度 不是讲一个我的政光 好 今天短短十几个小时 你自己去一个两个聚会 我相信也有很多人提出很多问题 这次我想有很多人看到袁爸爸 我想你也会接到一些很聪明的问题 很有智慧的问题 也有一些很难的问题 但是我们今天由早上到现在 就有很多不同的网民在全世界 就丢了一些问题 那我们这个平台 就纯粹问袁爸爸 他对于他们所问的问题 就可以逐一希望解答到 多谢大家的问题先 这一位就这样问 这个最简单的入门 大家都在说你曾经说过 只要有身份证 或者是有一个电邮就可以投票了 这个议会将会拥有一个很大的data base 大家都在说很担心中共 就是他们太厉害了 滲透了 走下去拿走了这个名单 怎样可以保险 这是第一个问题 是不是 我一个一个来 好啊 我一个一个来 我忘记了第一关事 真不好意思 我现在讲这个问题 这个问题我想了 整个整件事我想了三个月 但是我想是很intensive的 而且每天浪費很多个钟头想 我知道这个安全是最大的问题 因为共产党肯定说你犯了国安法 当然我们心知肚明 我们武汉犯了国安法 但是共产党他喜欢生安法做 是没有人支持得住他的 所以我们希望可以有一定的保密程度 幸好我们了解在英国 97年前开浮到97年前 香港人每一个人的资料 是在英国那里有一份copy的 在英国内政部有一份copy的 因为香港是静民地 在英国是静民地 他临走拿回去一点不出奇 那97年前的资料 基本上就像幅过了我们八九成的香港人 就是可以选举的香港人 那我要定一名什么叫香港名字 香港出生 在香港曾经住过25年 选举的话呢 被选或者投票的人呢 16岁以上 所以这条片很简单的 那这些资料呢 就是在英国呢 英国有九成 我们想呢 将来成立了选委之后呢 由我们那个会长呢 直接跟英国要求他 不是要求他拿 要求他合对 那一张票呢 一张投票呢 比如选二、三十个议员呢 你可以填了 填了 你可以选一个又可以 选30个又可以 就是你填了你要选的人 之后拿你的性命啊 记住啊 只是性命和出生日期 然后这些资料呢 我们就不行的 所有我们的人不行的 就经过一套IT的东西呢 就直接去到英国的data base那里 去认证这个人叫做 陈健基 当然 陈健基 你出生日期多少多少 他对了 不是拿出来的 然后他说这个人存在的 在我们资料复材存在 如果没有duplicate的话 没有双重的话呢 你这张票就当是 一张是有效的票 有效的票 然后呢 那张票他选的东西 那些不是由我们来计 我们会有一个 监选国际第三方面的监选的 有的 全世界有差不多20多个 专门帮全世界监选 找他们来由头到尾 由他们来处理 我们碰都不可以碰 一碰到人家就觉得不安全 是吧 你怎么知道我是不是贵的 是吧 那他们做了之后呢 由他们呢 就公开的结果 加上的结果 所以呢 只是两样东西 两样东西 你们是有风险的 一个是你的名字 一个是你的出生日期 嗯 那其他的那些东西呢 其实当然有人会 和双重 双重票 不是很少说双重 双重的名字都不一定 双重的名字 双重的失誓字 这个就 一万个都没有一个 这个就不是问题 问题是有人知道你的名字 和知道你的出生日期呢 帮你投票 那这些假的东西呢 我们要有一套 这里呢 反而呢 要呢 就两个都作废 但是那个人就失去了权利 是吧 真个人失去了权利 但是我们应该有一套 人工智能 想办法分别出来的 现在每个人的资料 在全世界都可以找得到的 我们想办法 这些我们后面在做工夫 我的秘密就不好而讲了 而且呢 共产党说 因为我们香港人 那套资料 在香港都有嘛 譬如他搞50万张假票过来 因为他知道人名 又知道出生日期 那我们又要一套 人工智能的办法 来 你filter了它 来拿它捡出来 这个我们在做的 后面在做的 而且每一张票 我们不是经过人工 要有一个blockchain 来处理它 那这个假的机会就少很多 这些我们后面全部做的 幸好呢 我们香港人很多人 在矽谷那边做IT的 做元件的 很帮忙 那这些这样的服务呢 就是他们真是为香港的 就是我们在这儿 逼断地做的 我现在不是说急着 要立刻要做的 我希望有五个 有六半年的筹备 再有半年的竞选 你当然人家做了选 當然要被竞选 要有政綱出来 要辯論 辯論完之后呢 还要不断地说他们的政练 这个又要比六个月 差不多我们在说 目标是因而之后才发生的 好 第二个问题 如果现在香港人 就会很敏感这个问题 关于港独的问题 成立这个流亡议会 某程度上都很像一个港独 那怎样可以说服香港人 去接立这个未有共同的议题呢 因为港独大家都知道 一说到这件事 有很多人有不同的意见 我又不是很想独立 我只是想属于一个自治的程度 但是成立这个流亡议会 某程度上就是 基本上就是香港独立 那怎样可以说服一些 大家未有共识过的 这个港独的问题呢 这儿呢 港不港独 最后由谁决定呢 由谁决定 不是由我决定 但是在香港的选民 在香港的选民 选了的那些议员出来 他们第一件事呢 就应该有一个宪法 宪章 那宪章本身呢 就有这个港独的气氛 所以是不是共产党都说你是港独的了 宪章本身里面呢 因为我们那个基本法 基本法是现在我们所谓的那个宪章 那我们知道了 那个基本法就是任具袋的 这个是完全没有尊严的 这个你同意了 是不是 现在香港的基本法 那是不是都要做一张 是我们代表香港人的宪法 在这个宪法制造过程当中 制作过程当中 就决定了你的体制 你将来喜欢什么体制 不是我决定 当然我有倾向 我有倾向 共产党当然说我倾向港独 又说勾结我的势力 这些说的无谓 说的没意思的 但是呢 当日第一届选出来的演员 第一就是要草以这个所谓的建章 草以了之后 再要拿出来再作一个公投 用刚才的办法 公投要绝对大部分 譬如三分之二、四分之三的人决定 这张签法通不通过 以后香港做什么 就是这张建法 这个是road map 我们就是指 我将来怎么走 是跟着这张建法来走 不是跟着我原公义 也不是跟着我选出来的议员 是他们经过合法的程序 经过辩论 经过讨论 然后他们最后 经过很长的时间 就做了这张建章出来 然后再通过香港的公民投票 通过这张宪法 以后我们就按照这个做法 宪法不是说不能改 但是你要很大的比例 到时他们决定三分之二还是四分之三 才可以改宪法 你看到呢 美国、英国的宪法很少改的 不像大陆 说改就改 法国、帕克的脑袋就改 这些是不可接受的 宪法是非常之严重的 有了宪法 才知道将来应该 所有的宪法就是我们所有的 香港人的一个契约 来的 香港人和香港人之间的契约 这个契约就是我们将来的road map 我们走的前程就是靠这件事 我想那个问题的意思就是 当在这个未去到宪章的部分 因为那些人会参选 然后那些人就去投票 那在这件事里面 但是就好像之前 香港有一些议题的时候 他们未达到那个共识 就好像之前三十五家 那时候也有一个曾经发生的一件事 有些人就觉得 咦 你是一个本土派 或者你是一个泛民 但是这件事还比那个问题更复杂 是因为涉及到香港本身 因为我们需要是香港人 那可能在海外那些会方便些 但是如果去到 就是有一些在香港里面的人 如果他都想投票 那如果没有一个讨论说 到底你贊不贊成 用一个这样的方向是独立了出来 而去就是说就有这个香港议会 会不会有一些人就却了一步 那就达成不了你那个很多人 那个叫香港议会一起参与 周我明白你说的 是 是 我们整个过程是网上发生的 只要香港没有那个防火场 没有给我们可以上网 我们应该去参与这个 如果你有过十万人在那里参与 那是不能拘捕十万人的 你没有可能 而且参与这些在国际上 你看到香港最近 整个所谓的打压都少了很多 因为世界给了很多压力 那习近平本身都很不行了 你看到他又要照顾国内的疫情 又要照顾国内的经济 又要帮俄罗斯 就是他担了新矮 所以现在我们一定要香港人 在海外和在香港境内的人 要参与 整件事都是网上的 有人提出政纲 就是可能有五百 或者甚至一千个候选人 那他们提出政纲 那大家在网上看 网上的效率是非常之高的 例如你想選 你当然要做很多YouTube 來解釋你的政纲 那这个过程当中 如果你看 你就要投 我们不可以 因为共产党霸著香港 而什么都不做 你要等香港解放了才做 那你说什么时候呢 你能不能解釋給我呢 我不可以不做 是难道 是有人害怕 是有人害怕 这个没办法的事情 是我们一定要做 幸好有很多人 就像你和我那样 在海外 我们可以拼命發表言論 我们实际上跟香港 都不是很离开很远的 我们发表意见 香港有胆量的人 起码觉得他是有责任的人 他一样 在网上封网之前应该做 但是你在海外 都有差不多一百万 好像我们那样的人 那他们的语言 好像你应该 比如你在香港出生 我在香港住过七年 我们都是香港人 我们讲的话 不会被香港人叉 那由我们选出来的那班议员 而那班议员 决定将来 你说回你刚才的港独的问题 他们决定 他们为香港人决定 到底将来 到底你想怎么样自决 我们用自决的了 当然你想搞个联邦 还是参加什么 还是参加一个纪制什么 又全部是他们决定 不是我员工决定 又不是你郑敬基的决定 最后是人民选出来的代表 就是议员 由他们经过一个 合法的议会程式 辩论来决定 应该怎么做 以后最后 在那个宪章那里 再回头 给他们 directify一次 就是确认 给公民决定一次 这个就是自决 你说会不会完美 永远都不会完美的 你就永远都等不到的 嗯 我知道你担心什么 你觉得有很多人 觉得这件事半生熟 就开始煮的 但是永远都不会熟的 因为所有议会 你看看包括甘地 当日都在南非成落的 当日各大 各大代表议会 甘地成立的 都在南非一步一步 越来越进步 我现在只不过是提出这样的 嗯 接着有网友就问 因为一个议会 其实香港人就最熟 三权分立 就有个议会 立法 就是立法会 接着就有一个政府 就去apply它的法例 接着就有一个司法制度 我们讲到香港议会 我想大家一听的时候 就一定会想到 OK 那我们就去讲我们的议题 我们的法例 但是这个法例就是他们说 到底这个立了的一些法 在这个香港议会 成立的议会 立了这个法例 apply下去是什么的政府呢? 因为这个政府还没成立 就是只有这个香港议会 就是里面有些代表 代表了香港人 那到底这个法例是去了 就是到底是一个流亡政府 又要选一个流亡政府出来 还是因为为什么呢? 现在就是香港是一个 就是我们香港的立法会 就不是全部的建制派 就是一个中共控制的一个立法会 就不是控制那里 那这个法例 大家就问是给哪个政府? 回顾这一年 大家欢笑过 大家伤心过 大家轻松过 大家担忧过 大家担忧过 无论这一年如何 感激身边有着大家 新一年继续相伴同行 大家好 祝大家幸福安好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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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法庭又可以亂判的 然後那個立法會可以亂選的 那你這個三權 一定要拿它擺開一邊線 如果你還顧及跟它們合作就沒得做的 所以這個議會 基本上是重新訂過憲章 憲章裡面決定將來怎麼樣做那個所謂的三權 怎麼樣成立三權 那麼你三權 一個新的政府怎麼成立了? 一個新的政府 怎麼樣選特首的員工 這個我們香港人都很早 到底特首在議會裡面選出來 還是另外普選出來 這個全部在那個憲章裡面要寫出來的 法庭怎麼樣 法庭那些法官 怎麼樣指定法官呢 以前我們英國有一套 可能好的他們用回 不好的我們就要跟進 接著這個議會本身就是用來立法的 實際上就有我們立法會的功能 這個三權分立就是由它這裡產生的 經過這個線章產生的 所以不要說對不起 我以前可能我沒有寫過一篇 我又不是讀書人來的 應該寫一篇已經拿這個概念寫出來 然後大家有機會看 我現在用語言來搭九了 但是真的沒有人出來 我將來找一下 我找公小夏他們寫 他真是 他有能力的 我都不是 找到某叔寫 是啊 是的 他們真的有能力寫 所以我們要明白 這是一個第一步來的 第一步就是選議員出來 由香港人選 不是由我選 然後呢 由他們訂一個憲章 憲章裡面就將來那個三權 怎麼樣成立 因為我們現在三權就全部倒了 這個就很明顯了 沒有一權可以的 連那個連那個廉政公署都倒了 就是沒有一樣可以的 一個移民局 移民局也是 沒有一個是不讓中共破壞了的 所以我們那裡真的很可惜 香港這麼難 這麼多年建立的東西 基本上是給共產黨一鋪清袋的 好了 接著就說 就當這個香港議會終於可以建立起來 一年後或者時間我們還不知道 但是當它成立了 有人問 對於外間的認受性 它的問題是怎麼可以確保這個流亡議會 能夠受到世界各個政府承認呢? 即使是台獨 藏獨的議題 各國都一直在避免去表態 如果確保各國的政府放心和香港的流亡議會 即是我們在海外去交流的話 怎麼不會導致他們和這個香港議會保持距離呢? 因為他們看到台獨 港獨 藏獨 所有國家一說到這些問題 你看到他們的都是很diplomatic 很退到很後 那怎麼可以保證這個香港議會 又沒有這樣的情況出現呢? Joe 你這個問題問得很好 我不是當你大腳 真的問得很好 最基本的問題 誰是香港的主人? 是中國還是英國還是誰是香港的主人? 在我們現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後 全世界認可的所謂主人就是當地的公民 當地的公民就是當地的主人 聯合國開始成立的時候只有幾十個國家呢? 為什麼現在變成一百九個國家呢? 因為當地的公民投票 決定了他們要成立一個國家 加入聯合國 所以聯合國就變成一百九十個國家 這個程序是大家認可的 所謂主權屬於當地的公民 這個就是最基本的 當你有 譬如我們香港 包括你們海外的香港人 如果你們都有拳投票的話 大家差不多有選舉八百萬人 有些太年輕我們就不算了 十六歲而已 有八百萬人這個是代表 當人家 譬如其中有一兩百萬人 選出來的 投票的 多於我們上次立法會很多的 上次立法會一百三十萬人而已 當他選出來 他認不認你不是因為你的名字 認不認是因為有多少個選迷 在後面選出來 阿總 你明白我的意思嗎? 人家承認你合不合法 有沒有代表性 是有多少個選舉 不是因為你的名字 相對之下什麼都是說相對的 香港的立法會和我們這個議會 譬如我這個議會 真的有一兩百萬人 是真心選出來的 沒有政府在後面搞鬼的 操縱的 人家就是承認你 全世界一定要承認你 因為大家都承認 所謂主權在民 主權在選民那裡 所以我跟很多 我跟美國的議員也好 很多議員談過 一講個個都說good idea 印度的議員也談過 因為你這個議會 是真是代表香港 香港政府 香港立法會 不代表香港 因為他們已經 中共破壞了《中英聯合聲明》 完全違反《基本法》 做出來的事情 根本就已經不合法 所以這件事情 現在我們這樣聊天好像不覺得 但是真的去到別人的議會 參加別人的議會 去見別人的議員 別人就承認你 我跟很多人說 他們就承認你 關鍵是你有多少人選出來 代表人民 你如果代表人民 他就是要承認你 因為這個是普世價值來的 這個問題 說出來也是好像 我想每個人都要去嘗試做一些 比較不可能的任何任務 通常就會去研究一下歷史 這個人可能對於歷史 比較有想過 他就說 他問袁爸爸有沒有做過多少 關於流亡政府成功或者失敗的例子 這代表現在 這個我覺得又不是一個潑的冷水 最主要就是 有沒有研究過成功的機會率 如果有它成功在哪裡 但是有多少成功例子 在一個西方社會裏面 有多少試過用這個方法去成立了一個 他離開了 正如他好像烏克蘭一樣 現在要打仗 但是這個問題 我也覺得不是一個冷水 反而是去觀察一下其他的成功例子 袁爸爸這個你怎麼看 第一 你最簡單 第二次世界大戰 戴高羅在英國成立了一個流亡政府 還幫助民軍做了很多地下工作 這個我們看電影都看過了 這個就很典型 後來戴高羅就回到法國 接著法國就變成了一個自由國家 這個法國你記得 那時候輪陷了 被德國佔定了 這些事情很多 發生了很多很多次了 但是說到最後 這個不是主題來的 Joe 如果這件事是對的 我們就是要做 不是說有成功失敗的希望才做 現在不是做生意 做生意就一定要成功才做 但是如果這件事是關於我們 關乎我們香港人的前途 關乎我們的子女的將來 不是這個成功希望很小 那就不做 不可以這樣的 你說這次烏克蘭 你說是不是對著俄羅斯 你說他希望多小 那他可不可以坐飛機走了 好像阿富汗那個人那樣 那個總統 那走了之後就什麼都沒有了 那你證明什麼都沒有了 你現在看著阿富汗 我都不知道誰 他成功還是失敗 但是成功的希望很小 你原本對著這麼大 那現在過了三個星期之後 知道他有些希望成功了 那大家都很開心 但是當日他覺得如果成功 沒有什麼希望的話 他走了老之後 就完了 結束了 結束了 這幾天沒有話要說 所以我覺得你要記住 現在不是叫你投資一張股票 這麼簡單 因為成功才投下去 不是啊 現在在說我們所有香港人 對不起 香港人的家園 我們的前途 而且我們還可以在海外幫到手 在安全的情況之下 不像黎智英那樣 在房間裡做不到什麼 我們可以做到事情 難得我們不做 那你怎麼對得住 你怎麼對得住 在香港裡 嗯 好 接著 其實大家都很好 感覺到袁爸爸那種 passion 對於香港 好 接下來這條問題 都挺特別的 他說流亡議會 某程度上要取得香港人的認受 在國際層面裡 代表了大多數 希望是代表大多數的香港人 只要有人民在背後 去選出來 就有一個認受性 他擔心這個認受性的議會 會變成其中好像 舉個例子 比如說好像 香港watch也好 或者港交聯也好 只不過是港人的外地組織 因為很多人都認受 他代表他發聲 然後去認受這個機構 那怎麼避免了這件事情 會混合了 就是因為很多人一起 那你幫我們爭取 或者在國際上 那些事情提出 那有什麼不同呢? 我對香港watch和港交聯 都了解一點點 因為我也有算 他們是海外幫香港人的組織 非常之好 非常之好 做了不動幫香港人做了很多事情 但是他們不是香港的主人 香港的主人是由香港人 包括在香港和海外的香港人 選出來的代表 才是代表香港的主人 所以這是兩件事 不是一件事 我們不可以經常靠外國人幫 或者有這些海外的組織來幫我們 而我們自己坐在那裡不做事 不可以這樣的 就是今時今日 你看烏克蘭也是 如果他的總統走了老之後 只是靠歐洲幫 靠美國幫 幫不幫到呢? 沒得幫的 唯一就是幫一下他 收留一下他的人 讓人出來找到東西做 有飯吃 有地方住 這個不是我們的目標 我們的目標要光復香港 時代革命 一定要明白這個我們的目標是什麼 不是人家幫我們收留我們 收容我們 這個不是我們的目標 多謝他們 非常感激 他們做的事是了不起的 BNO那樣東西是了不起的 但是我們不可以 因為這樣 所以我們自己坐在那裡不做事 等人家來救 這個態度是不對的 嗯 好了 講到這個光復香港時代革命 就是大家手足 就是兄弟爬山 他們就講到 反送中的運動當初一定程度的成功 就是因為沒有大台 他說兄弟爬山的社運文化 流亡議會某程度上 是重新整合大家 凌聚大家成為一種力量 重建一個大台 這樣怎麼避免了 從2019年 前香港民主力量的分化的局面 我覺得都是應該可以避免的 應該 這件事講到最後 由香港人選出來的議會 20、30、40人 到時的選委他們決定不是很決定的 那選了他們這幫人當然是不對的 當然是有不同政見的 這些是很自然的事情 但是有一個合法的討論議會程序 大家辯論 大家不斷的討論 跟著投票 他們做出來的決定 是我們全世界的香港人 要支持這個決定的 我們現在不是在講一個小組織 我們在講全世界的香港人的代表 而且他們要做什麼行動 就是講話 他們要按照他們的選民製成行動 我今天員工可能講得很激 但是香港人民未必可以這麼激 所以 最終他們做出來的 那些議員做出來的決策 或者決議 是按照香港人的心水做出來的 你問我是什麼 我也不知道 但是他們這套程序 這套系統一定要做出來 而且不是為了一屆的 譬如四年也好 五年也好 一屆到時候他們決定 在憲法裡面 不斷的 誰不按照這個做 可以下次不選舉 叫他走 這套系統是一套機制 成熟 如果這套系統可以成熟 是長遠之計 不是人治 是法治 好 如果說到可以有一個獨立運作的政府 流亡政府 我想最近大家都應該知道西藏 有達賴喇嘛 有這個網友就問 Assess the Tibetan Movement and why the Dalai Lama can only appear in foreign capital as a religious leader 即是說 就算他成立了一個流亡政府 即是我們去香港人希望這個香港議會 希望有一天達到了這件事 但是就好像Dalai Lama這樣 他們真的有一個流亡政府西藏 但是去到很多不同的國家的首都裡面 他就不是以一個政府去代表一個西藏 反而只不過是一個精神的領袖 那怎樣看我們香港議會 會不是變成 因為何況我們還沒有那個政府 不過就是這個問題就是 到底這個 就是達賴喇嘛這個西藏的政府 給我們有些什麼的啟示呢? 這個呢 達賴喇嘛現在在印度的達拉撒拉 成立了一個政府 印度政府支持 美國政府支持出錢的 不是只有一個港字 英國政府支持 那他們維持了六十幾年 維持了六十幾年 就由一個原本是宗教和政治合一的 就分開了 現在是政治還政治 是有選舉的 老實說 你說他們能否獨立呢? 還沒獨立 他們當然希望將來自己可以自治西藏 用回他們的要求 你說呢 是啊 是離開了中國 就不是這樣 但是人家有權 人家是西藏人來的 舊時候老老實實說 四九年前 根本就是西藏那邊沒有什麼漢人的 山加拉的地方 我們根本是漢人不會去的 人家有自己一個國土 人家有自己一套東西的 共產黨去到呢 又因此人家自治 所以你看回地圖 西藏自治區 誰知道幾年之間 五零年代幾年之間 就反悔了 跟我們香港一模一樣 我們香港都熬了二十幾年 他幾年之間就反悔了 逼著達拉拉麻就要逃亡 他這個很慘 他很慘 他逃亡了過去 在西藏也很慘 他起碼組織了一個政府 你說 你說是不是有政府 好過沒有政府 如果沒有政府 就好像那幫六四民運分子 離開了三十幾年了 八九到現在都三十幾年了 三十三年 他們實在他們什麼都沒有 現在這幫人呢 就只有幾把聲音了 拿不拿出來說幾句話 什麼都沒有 如果我們不組織的後果 你就看到六四了 現在燭光晚會 我們香港人幫他這麼多手 連燭光晚會都玩完了 是不是 都玩完了 終於就是煙飛雲散 不了了之 我們現在香港人 你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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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罵他罵他一萬次有什麼用 他都是這樣的了 所以我們要有一個組織 將來光復我們香港 當然這個是期望 什麼時候做到什麼 這個我沒有辦法知道 但是你如果沒有組織的話 我可以保證你 你永遠都不會發生 嗯 好了 那這件事一定是你的本行 因為大家都知道 袁爸爸就是做生意出身 講起這個香港議會 就一定要講錢的 為什麼呢 有沒有算過他的成本 要成立一件這樣的事 這麼龐大 前所未有的事情 又講到一定要有我們的保安 防火牆 又有這個 就是到今時今日有沒有算一算過 就是要一個這麼龐大 雖然說就是email啊 現在那個social media 這麼方便 當然要很安全底下 又不會不用錢 有沒有評估過 要做一件這麼大的事 那個多少錢 就是講錢 我就是覺得選舉出來 選舉甚至議會開會 都沒有什麼成本的 因為現在有網上 這個高科技 由他們參選 由他們投票 由他們競選 拿他們present他的政綱 譬如用YouTube來present政綱 由他們辯論 在YouTube上面辯論 由他們投票 一直到最後 這不是成本問題 將來議會的開會 都可以在網上開會 這個就不是很多成本的 就是老實說 我們個人都可以幫他們 或者有很多我們觀眾 你的觀眾我觀眾 這個很少錢的 最大的錢就是他們要做什麼 他們決定了做什麼 這個成本就大了 現在老實說參加議會的人 沒有要求很多的收入 就是工資 沒有這樣要求 實際上都很願意收很少錢 所以這個就是我不是很擔心的問題 但是將來他們想做什麼 他們可能有一個大的計劃 要想做什麼 在遊說全世界的議會 其他國家要做什麼 甚至他們要在香港做什麼活動 那時候只是有錢的問題 但是老實說 Joe 香港人是全世界第二有錢的人 香港人裏面有很多藍絲 也有很多黃絲 也有很多同情香港的人 他覺得香港這次是一國兩制 中共沒有遵守一國兩制 破壞了很多人期望 包括年紀大過我 八、九十歲的人 覺得香港是應該有它自決、自立、自主的一個制度 很多人錢一輩子洗不洗 錢帶不了去棺材的 他拿了一點點出來 已經足夠你這個議會的經營了 所以很多人都說想捐錢給我 我說我暫時完全沒辦法 將來有議會的時候 你們捐錢給議會 由議會將來代表我們香港人 不是代表我人員公義 代表我們香港人來為香港人做事 為香港做事 這些錢只是正經的錢 而且可能要大錢 你們有三棟樓 你們就買一棟樓 拿下這個香港議會吧 我不是亂說的 這些有的 很多人有心 不過他不敢表態 說他支持這件事 你說當日九七回歸的時候 大家很開心的 每個人真的相信是一國兩制的 同樣這幫人 會支持香港將來有自決 現在當然共產黨信不過了 它已經信用破產了 又說歷史文件又說哲學 哲學什麼都說得出來的 將來香港唯一的出路都是要自決 這幫人同樣當日支持一國兩制的人 一樣可以支持我們自決 因為現在中國 尤其是共產黨 很多問題都露出來 我們看到了 根本是外面的 又說什麼歷史文件都敢說的 簽了約又說歷史文件 所以現在很多人都看穿了 但是他不敢說 但是你叫他捐錢 他很願意捐錢 你不要因為錢的問題而擔心 很多時候全世界都是革命 革命就有錢到的了 你說孫中山都很辛苦 但是他又成功 他又是到處要去扣別人拿錢 他就是要打工捧餐 你不可以因為這件事不做的 記住 阿周 我們做事不是因為困難而不做 就是因為對和不對才是主題 不是困難不困難 每件事都難的 那你說現在你看看 Silicon Valley我們都年輕了 我們都不年輕 我以為你很年輕 那你看看直谷那幫人 每個人都有一個dream 你說由誰計算 由Microsoft去計算 由蘋果 由Google 那些年輕人只有dream 他那時候有什麼錢 什麼錢都沒有 但是因為他的理念對 就有人投資了他們 而且這些錢是驚人的 同樣的意思 如果我們這個香港議會 代表香港做事 這個理念是對的 是把人給錢給你 不要因為沒有錢而害怕 這個信心是從哪裡來的呢 就是你做這件事是正不正確的 有沒有正義 有正義就有人支持你 今天真的是 在一個你很忙的行程當中 抽到僅僅一個小時的時間 將很多 今次我也覺得 原來collective idea很重要 因為你看到 當然吃飯有吃飯好的環境 大家可以熟悉多些 但是當大家靜下來的時候 經常去想一些問題 的確是問了一些比較 可以叫做建設性 而值得思考的 不是建設性 你這次問我的問題 非常尖銳性 而且是相當好的 比我有時在很多人的場合之中更好 因為你準備的 你有準備好的 所以你這次 你一定要給我這套片 我要交給很多人看 以前跟我談過的人 以及將來要跟我談過的人 這套片是有它的價值的 我不是讚你 但是因為有人問了你準備好 你問我 而我答你也很直接 所以這套片是有它的價值的 是 多謝我們的網友 其實大家都關心香港 都希望香港有一個出路 我想這個是一個共同大家的意願 也都世界發生很多事 尤其是我們看到烏克蘭裡面的 Selensky 澤連斯基 大家都會好像突然間有一個很大的振奮 所以今天來到 大家都知道袁爸爸風塵薄薄 年紀又回到差不多 都為他付出 我們都很感受 所以你要保重 正如我想說開始的時候 每次來希望你又派些禮物 像聖誕老人一樣到處飛 下一站去哪裡? 我就回到華盛頓一個星期 然後英國一個星期 然後澳洲雪梨一個星期 我就一直要拿這個問題解釋給觀眾聽 你這次還沒跟我談之後 你都不知道我到底在說什麼 這次談過我不要說我講福利 這個就是我不敢說 但是起碼你明白多一點我想做 我提出的建議是什麼 最重要的就是大家記得一邊看的時候 就一邊有更多的 就是仔細一點的問題也好 留言也好 當大家看的時候最主要不是表現到自己有多厲害 有多想到什麼問題 最重要有多接近香港是可以有一個 就是自己可以自決的命運 給香港人有一個新的發望 這個是我們共同的意願 好 在這裡再次祝福袁爸爸 希望你最重要是身體健康 出入平安和百毒不侵 最重要的是 謝謝謝謝 謝謝謝謝謝謝 謝謝 謝謝 gosh 謝謝謝謝 嚇我了 謝謝謝謝 好 謝謝 感謝一直相信同樂廣告去支持香港台的新舊同路客戶 因為你我們會揭盡所能 商戶包括 香港商户Chicky Duck 宜婆玛丽马来西亚餐厅 北角青藏牛肉面 位于香港鸭利州的家祖办馆 有成恩慕 加拿大温哥华 Charisma Social Clubhouse Fame Insurance Financial Services Inc 加拿大卡加里HK Mall 加拿大多伦多Scrumptious Restaurant 大家好PapaWalk 利安加斯 Maxim Wills 地产铁三角Johnson Rascal Mortgage Investment Corp iPro Driving School 港姓装饰工程 BiShip Express Canada Truly 有机慢活市集 WOOP 益菌定装保湿喷目 加拿大移民教室Ted Sir Engie 静太保险 Technic Motor Auto Body And Mechanical Services 感激你同路 Speed up Hong Kong BiShip Express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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都在3月终于重新开放给游客了 蕭瑶游会在黄都亲自带队做极光追猎 会提供免费专业摄影服务 四日三夜的团会即日开始做到4月中 行情包括三晚四星级酒店住宿 和三晚极光追猎 再加四小时城市游览 绝对不是酒马汉花 团费加住宿包税只是528元起 大家好,我是逍遥游的Yango 我们对自己团队丰富的极光追猎经验很有信心 我们亦都会尽全力带领我们的客人去看到极光 所以我们决定做全都行多第一间保证客人看到极光的旅行社 客人如果在整个旅程里都看不到极光的话 团费是会全数退还 报名及查询 416 716 1647 或647 808 2308 香港台及胡玛尔联合赞助 第一届寿司马拉松大赛 为了展示给全世界人知道 什么才是一个真正公平、公正、有人权和人道的比赛 香港台联同胡玛尔合作举办 第一届寿司马拉松大赛 由3月1号至4月30号 去胡玛尔购买任何外卖满25元 和说自己是香港台家人 就可以得到奖牌贴纸一个 去到4月30号 存到最多奖牌贴纸的头三位 都会有丰富的奖品 詳情可到香港台网页留意细则 更快点约上家人 吃多点sushi 咦?不满意呢? 由狮子山下到公民广场 香港之路从未平淡 众言前路茫茫 香港人仍然昂首阔步 从来不甘安置到盲点 决定上路去再实践 要是暗淡西晴 有日方请 请你坚持良心界线别弃手 继续相信Lena大宇宙 逢星期一至五 香港台有我Peter 和我Rita一起开麦 将香港人精神遍地开化 在疫情期间 每一度都是菌 小心啊 幸好我女朋友都很擅长 买了份礼物给我 挺有趣的 又有个圈 又有个勾 开门也可以 入升降机的时候 按键也可以 到升降机里 再按键也可以 我的手就不会有菌咯 非常好 Cleankey已经上架了 来我们香港台网站选购啦 Hello 大家好 我是加拿大移民自学教室的Ted 拥有超过13年的签证审批经验 如果你对移民加拿大的资讯 又或者政策有任何移民的话 都欢迎来到我们的website 又或者直接电邮给我们 打压时机 下个成功移民的可能就是你 iPro Online Driving School 上完保险班 保险立即有Discount 快点上iprodriving.com 报名或短信 647-963-6025登记啦 香港人加油 2022 Hong Konger Station 香港台与你 共建香港人的世界 坚持香港人精神 Hong Kongerism 成功到困了奔波每一年 如同路患难每下 总有支持 不知无论分音地画我 我明天一起每天 齐盼安 和寂寞 分享这信念 何何轮起地画隔锁 总可再见面 随同着血液的理想 万向飞前 相一起同行 不顾当一人齐抵抗暴雨 一起看自由 其后万世都押漏 为光民主同埋 香港人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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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香港台加油 香港人加油 香港台加油